为卡口和日本版牌的 不过打木发个言 哈喽大家好 我是童妹 说起卡口 在之前的文章当中 我们就有提到过 他和小米君的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很多国内网红文具的讨论中 我们都不凡有卡口代工这样的说法 虽然在国内知名度方面 总有一种流暴壁爬半遮面的神秘感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卡口在日本的攻城掠地 可谓是高歌猛进 不仅有参加文具女子博等展览 甚至在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运营商 旗下的鸟屋书店也有销售专柜 单狱和气势完全不输日本本土文具品牌 甚至在油土边上也有不低的热度 对比起日系文具品牌在国内的热度 嗯 这不还价不愧 那么作为国产品牌 卡口的真正实力到底如何呢 本期文三特别准备了卡口旗下的五元大将 来和类似的日美品牌同类产品进行一对一对比PK 来看看热销日本的卡口到底有几分功力 首先是先锋战 经典 猎死斑马布兰 作为先锋战的两位选手 走的都是极限风格 有设计名师家成的布兰线条圆滑流畅 搭配了软胶笔握 经典的点睛设计就是前端的借梯型笔头 以笔杆凹点作为繁华处理 斑马布兰在低重心和简正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在第187期的文三当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同样追求低重心的经典在解决手段上也自然输出同归 比如高精度匹配笔尖尺寸的笔头设计 笔握内置金属块等等 整本建制导致在暗动机构方面没有做到使用减震弹簧设计 因此在书写时 纸张给到手部的反馈感要略输布脸一截 最后在重要方面 两者几乎一致 也算是一个场合了 如果是经典有什么地方能够扳回一城 大概就是笔心没亮了 顺带一提 之所以选这两者进行PK 除了性能追求方面相近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俩也经常被人念错名字 不信 来试试 四方战 德宝vs百乐果汁笔 四方战就是大家喜欢那间的数量vs数量了 作为百乐的招牌系列之一 果汁笔系列凭借着其丰富的色系和亲密的价格 一直稳稳的占据了不少的市场份额 但卡扣的德宝系列也是来势汹汹 光一上来就直接24拉满 整体的笔杆外观设计也颇有点正风相对的味道 简约的透明笔杆加对应色系笔杆按钮的基础外观设计 不同的是果汁笔自带软胶笔握 而德宝用的是钻石防黄纹 笔杆方面 果汁笔采用的是弹黄笔杆可以大幅的张开 而德宝则是用了普通的固定笔杆 德宝的宽头按键输是高于果汁笔的细长按键 嗯 总的来说 外观表现和握持方面都是算打了个五五开 但到了实际书写表现上 德宝的颜料型墨水的表现就可以说是完胜白乐果汁笔 颜色浓郁均匀 所以金属色请快点安排吧 新开发的那些宝笔头不仅流畅丝滑 而且也不遮挡视野非常好评 最后德宝的按动噪音也要比白乐果汁笔低上不少 算是一个加分项了吧 中间站珍宝ESP500 虽然极致的书写手感和丰富作材的色系 肯定是大家的心头好 但人总要向生活低头 对于资金不怎么充裕的学生党来说 便宜到晚才是贴心的选择啊 所以几乎人手一致的P500有多伟大 想必已经不用再服输了吧 作为他的对手 卡口珍宝系列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继承的是剧能血的辉煌 也将极致输血距离发挥到了极致 嘿嘿 说说说 开头激动了点啊 下面就马上进入真实的PK环节吧 首先从颜值上来说 比起P500备受吐槽的代理师纹路 医生拳和得珍宝 颜值上就先拿一成了 然后P500的笔墨设计 又比珍宝的笔墨上略升一筹 总的来说 外观是个有千秋 故事手感方面 P500因为有笔墨设计 所以对手看心人更加友好 大家最关心的书写性能问题 那些薄笔头表现和P500的三点承托笔头 相差无几 而PK的重点就在耐久度上 通过使用自动写字机进行正字测试之后 得出了以下的数据 所以耐久度方面 珍宝算是超越了日系经典P500 可喜可贺 不过在实际的测试当中 最后几页上 两款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非白断墨现象 珍宝笔在断墨非白后 又正常的写了一段时间 而P500呢 诚实从非白断墨逐渐过渡到完全没有 墨水利用效率方面 还是有追赶空间的 另外珍宝笔还有一个特别加分项 就是日本文剧职人姐为李小姐姐 设计的这两个套装 这位小姐姐的身份可不简单哦 在日本不光有着文剧品味大师的称号 而且还是东级Hands 两无书店这些精品商店的特约顾问 这次还在刚刚结束的2021届 日本文剧大厂里面担任特别评论员 这个身份还尽量妥妥的 这一系列光环加重起来 确实比P500只是换个壳的运用线定 之类的相隔不少呀 接下来PK已经逐渐进入高潮了 副将战 开宝BS斑马JJM88 卡古的开宝和斑马的JJM88 单重画风来看 妥妥也是速迪CP风 不仅长度粗细相仿 而且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透明笔杆设计 开宝的固定塑料笔夹 不如JJM88的金属弹簧笔夹方便 但仿吹心的矿军染胶笔握 所带来的舒适性又反杀了JJM88的普通软胶笔握 在外形设计上又是胜负难分 看来卡古的设计团队 已经确实和日本同行站在了同一系保线 书写表现上 凯宝的颜料墨水依然让人觉得顺滑舒适 虽然这款没有采用那些薄笔头 但依然四般顺滑 本来流畅度来说 JJM88他们俩就是不容之间 但是鉴于抗军软胶的舒适性 二选一的话都没会毫不勇于投凯宝一票 最后凯宝的加分杖就是实在让人无法拒绝的大容量 JJM88的笔心虽然看上去更粗 但是由于管壁更厚 所以实际墨水容量是凯宝成功反杀 这种你妈觉得拧拧你的关怀吗 你懂得都懂 大奖战 舒缘国风vs斑马JJ15复古色 好到了大奖就真的要欺负敌手了 出手周知斑马JJ15现在已经是换色限定版 比标准版多那么一个让人分不清 到底谁是谁的限定的诡异状态 而卡口的舒缘系列也开始走上了同样的路子 只能说强者终将相似 因为两边的场子都越拉越大 所以这一次只挑选了卡口的国风色 和斑马的JJ15复古色来正面PK 毕竟国风等于复古 没毛病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部分颜色上两者几乎是难解难分的 而采用染料墨水的舒缘 在色彩饱和度方面 比JJ15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 可以给多小发发 真正拉开差距的 其实还是舒缘B格满满的命名 什么冰青呀 影霜呀 这个B格直接拉满 再搭配上设计感十足的包装盒 嗯 这高贵感都溢出来了 所以这波对决 舒缘靠创意志向 染湿力取胜 在经过了五轮惨烈的PK后 卡口这位国内高手的伸手形象 也开始丰满了起来 首先外攻方面 跳出了国产很像那谁的传统影响 做出了一套自己特色的外观设计风格 在内攻方面 自身开发的染料型墨水 以及那些包笔头等 也是可圈可点 虽然比起一些白连累积的日常 还是有少许差距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正在缩小 最后在新花样方面 卡口也时不时给大家来点 大人时代变了的惊喜和创意 这些方面一中和 在强者如云的日本市场 杀得七进七出 也不难理解了 毕竟实力是真的硬啊 转眼间一年一度的高考日子又近了 这里同妹要预祝一下 各位应届考生 旗开得胜 考上自己的新衣大学 然后买买买自己新衣的文具哦 本期文3的开口VS五大日系文具大佬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你们的董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